嗨 各位 欢迎回到金木小厨房 天热之后呢 我有收到一些留言说 金木什么时候更新 不开火料理呀 那我觉得夏天不开火料理呢 除了我们不开这个灶台之外 我们平时买的那些烤箱 控制炸锅 三明治鸡什么的 他们这个时候就应该只冷起来了 靠它就能实现不开火料理 今天的不开火料理四道菜呢 主要就是用到了非常高蛋白液烹饪的三文鱼和青花鱼来做 希望你会喜欢 第一道是超级清爽的三文鱼沙拉 用这个肥美的三文鱼卷着黄瓜和洋葱一起吃 这个就是清爽和肥美的一个碰撞 有点糯 有点脆 还有一点点辣真的非常好吃 五一朋友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做了这个 本来我还担心会不会接受度不高 结果真的是狂炫两盘 做法就超级简单 先用擦片器擦出薄薄的黄瓜片和白洋葱丝 一定要用白洋葱 因为它更不辣 调味汁呢 我用了这个日式洋葱沙拉汁 它是一款酸味很淡的这个油醋汁 然后在上面盖上这个厚厚的三文鱼就完成了 爱吃刺身的朋友 你真的一定要试着这个卷 口感超级妙 第二款呢是用这个三明治鸡热压的青花鱼土豆泥 首先我们先把这条解冻好的青花鱼放在三明治鸡里面热压八分钟 那你看啊 这个鱼皮部分好像没有完全压到 但是这个背面它上色度已经非常不错了 接着呢我加出鱼片 然后在这个三明治鸡里面填满土豆泥 这个低卡土豆泥的做法呢我之前节目有更新过 欢迎你去回顾 抹平之后我们再把这个青花鱼段翻过来放在这个土豆泥上 然后继续混合热压八分钟 这样呢可以让这个土豆泥跟这个青花鱼一起受热融合 出锅之后呢直接撒点沙拉酱就可以直接开吃了 有种吃铁板烧的感觉 这个青花鱼的肉香味配上这个沙拉酱真的非常的过瘾 第三道呢是青花鱼烤杂酥 这个风味会比较韩式 主要是因为我用到了那个韩式辣酱来调味 青花鱼呢我们先切片之后呢用黑胡椒简单腌制一下 这个蔬菜部分呢我用了彩椒洋葱大葱 把我这个腌渍汁搅拌均匀之后 跟这个食材充分的混合接触好 把它铺在这个烤盘上 大蒜呢可以整头切开 也可以多放一点这样的蒜瓣 青花鱼呢放在最上面 这样可以把它烤出来的鱼油渗入到底下的蔬菜里面 然后在这个每颗蒜上喷一点油 会变得更加好吃 把它们送进这个预热好200度的烤箱中烤20分钟就行了 这个烤透了大蒜我跟你说 巨好吃巨香 混合这个蒜瓣肉的青花鱼真的非常好吃 蔬菜呢也都烤软入味了 这道菜可以说是一个百变百搭 你可以更换任何蔬菜品种的烤箱菜 是不是值得一试 最后呢就是我家经常做的这个海鲜饭 最重要呢其实是这个万能的拌饭汁 我们可以一次性做出一小瓶背着 它拌面拌饭拌菜都好吃 做酱汁不乏 咱们就稍微做个比稍微开一下火了 锅里边油烧了之后呢 我要倒入这个切好的洋葱丝和大蒜碎 把它们先炒出香味 继续翻炒到这个洋葱微微变色焦化之后呢 倒入这个白福特酒烹一下 顺便啊把这个锅里的这个焦化层也铲一铲 让它溶进这个汤汁里 然后再加一点酱油调整它的咸味 加入这个高汤颗粒和白糖调味之后呢 一边大火边煮边收汁就完成了 接着呢要把它过滤装瓶 这瓶酱汁呢可以冷藏保存一个月 我们在这个米饭上铺上多多的这个挪威三文鱼四身 然后再搭配其他喜欢的彩色蔬菜啊玉米粒啊 最后浇上这拌饭汁就完成了 可以说用这个汁拌饭我从来没食手过 OK到这儿呢 希望本期的夏季不开火料理呢 能够给你糊弄做饭的时候 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灵感 如果你试过之后觉得好吃的话呢 别忘了给我一键三连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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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